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那怎麼會,一個什麼荒野事件 還在調 大家好,今天下午我們現在就開始質詢 第一位是我們蔡雅玲議員,現在請開始 三位議員聯合質詢,四個張藝雅 好的,三個十五分鐘,包括謝志忠議員還有張藝雅議員 總共四十五分鐘現在開始 十五分鐘 好,來 謝謝主席 大家好,大家午安 少指話,讓學生人數每年減少 我要來問一下,焦局長請問一下 我們最近三年也是 比101,102,103學年度的國小學生人數,班級數 各減多少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確實這個是很頭痛的問題 不過這也是全國性的問題 大概每年這樣加起來大概都 一百多班以上 一百多班 沒關係 如果連國小國中加起來的話,確實是 一百多班 沒關係,我告訴你 101學年少了106班 總共是一萬一千多人 102學年少了219班 減一萬三千多人 七年降下來了 103年少了109班 就是五千多人 要跟教長說 少指話這麼嚴重 導致學生數跟班級數的拒檢 現在國小 你知道的閒置教室 有幾間有多少 統計一下 國小來講是八百四十三間 大概大概 八百四十三間 這是國學的部分 國小對,這是國小的部分 我問的也是國小的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九月份我做早禮的時候 我問過我們的小教科 那時候才五間 另外依照 教育局三邊的調查資料顯示 101學年底 全市國小有六百三十二間的閒置教室 一百零二學年度 八月份在調查的時候 就有九百八十四間 兩百年調查才八九位 數量就差了兩百五十二間 一百零三學年度 就更離奇 減少一百零九班 五千六百多個學生 對九百八十四間做八百四十三間 閒置教室 所以沒有計 等到減 這是不是有太過的理譜了 為什麼這個落差會這麼大 閒置教室的定義 是什麼 教長你跟我說一下 他說他的 輸容量沒那麼大 會減少 會增加當然 你也知道就是因為 少子化嘛 照星沒那麼多 現在比較困了 這個閒置教室也帶來一個轉機 很多的單位 很多的需求 包括工部門的 社會 部門的 齁 其實他們都有 期待這樣的空間的使用 但最真正要克服的 這方面我們是可以釋放 同時也很樂意 作為多角的一個經營 只要對市民有利的 所以大眾有幫助的 包括衛生局它需要 社會局它需要 那麼我們都很樂意 可以納入的 對 但是 我比較煩惱的是什麼 他的位置點很重要 位置點的 你如果交通很不方便 學生來源 真的很困難 那就是 天生的沒辦法 小孩生這麼多 這樣而已 那這個空間要在活化利用 我們也請邱復局長在做規劃 那這方面我們可能會怎麼樣活化它 這個活化又跟我們都會區交通位置點不錯的 閒置空間 又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對 好 我給你問一下 這些數據是不是對閒置的定義 就有不同的差別 基本上就是 它 確實未來三年到五年 都不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空間 跟 我們才 啊 界定它就是一個閒置的一個空間 是 對 公立小學齁這三年就減四百八八班 就是差不多四萬人 啊 閒置教室沒有很多 真的很奇怪齁 甚至又減少 啊 台中齁有兩百二二九所小學 卻只有八百四十三間閒置教室 平均每個小學只有不到四間的閒置教室啦 這樣 相信市民也認為這是一個天方夜單啦 啊 Polski 潘副市長 你還相信我們 二二九所學校平均 這樣四間 那 been 闲置教室底下 主席 谢谢张预言刚刚在提 我想刚才原局长 有初步的跟议员也报告 目前初步的掌握到的 这个闲置教室的 这个空间 但这个确实会应应 学校的在区域上的不同而有差距 那尤其是 有些学校可能 也有在做他自己教育上的利用 那这部分我也跟议员报告 我自己也召开跨局势的 闲置教室的 这个空间的使用 因为一旦能够释放出来 而且也确实可以 尤其现在我们不管是拖幼拖老 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些 像最近我们也 比如像议会议员这边在关心 这个女儿馆等等的 这种过去台中市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来做规划的 那现在目前我们找到 合适的点然后学校这边 也可以来做搭配的 我想这个就会逐步的把这个闲置教室做 更多面向的来做使用 多用化的使用 是是来跟演报告 谢谢副市长 本期也走了很多间的学校去实际调查 有些学校的闲置教室 根本就没在用 只有在教室前面 面上有挖什么绘本教室 偶戏教室 乐活教室 阅读教室的招牌 这样也算活化就对了 但是绘本教室里没有半本的绘本 阅读教室里堆满了杂物 偶戏教室没有布偶 而且上所无法使用 形同职员上的浪费 所谓的活化教室 活化教室 黑素很多 局长 这样算不算 闲置教室活化呢 教育局 我们拜托一下 想查一下 另外我要说 有些学校 我知道很认真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学校 因为学生人数减少太多 甚至 整百的教室 闲置都没在用 甚至 连那个招牌也懒得挂上去 本期就有看到学校 有四楼 整整整整排的四楼 教室都是清空的 大略数一数就有十多间 教室没有使用 只使用一到三楼 本期 私底下甚至 在很专门的打篮球的小朋友 跟他们问说 闲置教室里的 这些小朋友都知道 甚至这是他们帮我 我才知道位置在哪里 这种事情 柯長你怎么知道 柯長你怎么要重新调查 好吗 回答一下 谢谢 主席还有张议员 这个学校的经营者 他应该很清楚 我们局里面也不断给他们建议 其实闲置教室 反而带来教学上的 很好的一个契机跟变革 比如说 我学校要发展天文教育 过去我们都低头组 大家滑来滑去 希望孩子也可以抬头挺胸 变成抬头组 这个天文教育里面有很多大自然 跟人文之间的情怀的教育的连结 那我就可以利用几间的教室 来安排成一个天文教育 我是举个例子 那刚才张议员讲说 他要发展他的阅读 让他阅读更有活化 我们秋户在这之前 那么这几个月都安排 各个学校如果要把他图书馆再做活化 那需要空间跟设备包括工程的改善的话 只要你提出计划 我们审核觉得恰当的话 那我们给他一个经费 我看都已经报到我这边来了 只是我还没有做最后的定夺 我的意思是说 举这样的例子 是让一眼知道说 学校会好好利用这样一个 好像是一个危机 但是对活化教学 创新活动跟课程 还能带给孩子 不同的体验跟天空 不见得是坏事 谢谢局长 所以我们校师的闲置教室 这样麻烦我们局长 多多给我们使用 多多去调查 我们有一个专案 专案小组 护士长在领导我们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重点 感觉上是一个问题 可是事实上反而是 可以激发出很多的轨道跟活路出来 所以很谢谢议员 这样的关心 那我也希望多支持我们 如果需要这样的一个活化的策略跟经费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 感谢葛丁 谢谢 我想张医院议员所关心的 我们有关学校闲置教室方面的问题 其实根据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 我相信局长你也应该有资料了 根据教育局所提供的资料 我们的闲置教育局从101年学年度102103到预估104年度 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闲置教室数预估从101的632 102的984103的843一直到预估104目前这个数字还没有 从这边的数字显示我们这个表格包括说整个总学生数 学生减少数跟总班级数跟总班级的减少数 还有闲置教室数 这些数量列出来做成一个表格就是要把教育局说 我不晓得局长你从里面有没有发现到什么问题 我们的总学生数从101年学年度到104学年度 我们总学生数是在减少的 那我们减少这几年当中减少了大概3700多人 那我们的总班级数也相对来讲也是减少的 大概减少了605班 局长你刚刚有提到 那张愿一人他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少的我们的数量是在减少 学生人数也在减少 然后班级数也在减少 但是我们的闲置教室的数量 我们人都在减少 班级数也都在减少 那你闲置教室的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那刚刚张愿一人有提到的是指说 我们闲置教室的使用 到底他真正现在是在做什么 有一些部分可能就像他讲的 可能只有挂牌或者是里面真的就是闲置教室 我们在这边要提出的就是说我们的闲置教室应该更善用闲置教室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建议 刚刚局长你有提到说 譬如说可以做天文教室 我觉得这都很好 给孩子多元化的学习 这个非常的好 我们也可以增设所谓的亲子馆 考虑托育托老方面 我们可以朝向多方面的去发展 其实我们台中市和台北和高雄和新百比起来 我们连一个亲子馆都没有 那过去在胡志强市长的时代 我们就都也曾经建议过说要亲子馆亲子馆 但是到现在还是一样没有 我们期许在林嘉隆市长的任内 真的能够打造一个亲子馆 局长做不做得到 可以吗 很棒的构想 事实上我刚才讲说社会局跟卫生局也在跟我们接洽 对 就是有包括拖老拖幼还有亲子馆 你现在有闲事人说闲置教室是你们管 然后拖育跟拖老可能是社会局等等之类 但是我觉得我们各局处是应该经由副市长去把他同和起来 善用这些所谓的闲置教室 让我们的长辈他们可以乐活学习 让我们的小孩他们可以快乐阅读 或者甚至在托育方面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我认为这是企进户要做的工作 那接下来请谢志忠议员继续咨询 好 局长 我想两位议员齁 其实关心的问题是关心说齁 这四年一百零一年到今年齁 学生减少人数大概三万七千零一十七人齁 那减少了班数减少了六百零五班齁 那如果以101年的闲置教室大概已经有六百多间齁 如果加上这四年来因为减少人数 减少班级 那闲置空间应该会增加到一千二啦齁 但是一百零二年我们根据资料一百零二年的 闲置教室九百八十四 到一百零三年反而减少八百四十三啦齁 那也诚如局长刚才所提的 这些闲置空间减下去了 那或许它会是一个新的一个契机 一个活化教育的一个契机啦齁 那刚才两位议员关心的 其实我们关心在什么 闲置教室啦 存这么多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活用啦 那 有些校是有些学校善加利用的 这个值得鼓励 那有些学校 如果就空空那边 或者 不是像 牌子上面所写的 做那样的使用 那变成是一个 变成没有充分利用 真的不太好啦齁 刚才也提到说 邱武有在做这种多元 多元利用的一个研究嘛 所以我们希望 教育局真的能够把这些闲置教室 全面如实清查啦 全面如实清查 那真的 真正的 真正的跟各局 各局去研究一下 我记得上个礼拜三 丰远的 丰西里 也去父亲国小 他们好像也少了 守望乡住队的办公室 那有些也要盖活动中心 那有些也是 所谓的教育局 所谓的社会局的 刚才蔡亚林医院所提的这几个 我想 局长一开始就明白表示 很欢迎嘛 多元化的利用嘛 但是学校通常 会有安全上 整体安全上 校园安全的考量啦 我认为应该 要各方面考量 克服校园安全的考量 然后 多方的利用 善加闲用 善加利用的这些研制空间 我们是不是请邱富 把你现在研究的计划 也送一份 现在的报告给我们一下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让邱富讲一下嘛 OK好 很好 主席哦 谢谢我们的三位议员的咨询 那刚刚提到什么 闲置空间 减班之后反而会变少 大概有几个报告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确全面的在独处 说的学校要活化这个利用 那这个活化的利用 除了教育企与以外 也有市府整体的 那这样举一的部分呢 像我们会加强公佑的部分 我们公佑征班 要把一些 幼托整合之后 托合所的进到公佑里面来 再就是 我们有一些设置英语村的计划 那我们会利用这些空间 来做一些英语的情境教室 那也有刚刚提到的 社教的使用 乐林的使用 西医民中医等等就是 第一个 我们因为充分的利用 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老旧校的 诊件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时候会考量 少纸化的因素 所以我们会拆多盖少 所以可能会拆两栋盖一栋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 整个闲置的空间会变少 那刚刚提到的 议员条 为什么 这个闲置空间的盘点 是不是确实 大概有两个方式可以做 一个就是 其实不适合让学校自己 在主观的医院上面去评断 他是不是闲置的 其实要有些客观的评估的基准 那我们现在是用整个国中小的设备 去算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学校规模 你大概需要多少空间 其他的空间 那你就应该释放算 那当然在整个跟地方的运用上面 会有一些困难 就是刚刚谢医院指导的就是 他在安全的考量上面 我们必须要注意 所以有时候 这个学校是不是有合适的去 像我早上没有来 我就是去跑了一个学校 就是那个社会局 他想要做一些拖劳的 那我到校去看 那也跟地方来做沟通 他们发现那个校舍 比方说它是一个口字型的 它的确在安全区格上面 不是那么适当 所以就评估起来 可能就不合适 所以有时候学校会有这些困难 那我们也理解 所以在整个 怎么样动态的盘点 配合学校教学的需要 做好配合措施 大概是我们会做 因为又执行 我们底下还有一眼要讲 是不是麻烦你再提供 书面比较详细的资料 好 谢谢三位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 我们请王立任议员 咨询时间15分钟 主席 我们市政府的同仁 以及我们媒体先进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刚刚听到我们三位议员的咨询 让我们觉得很羡慕 因为有很多的闲置空间 可是在我的故乡 在我的海线 我们面临的都是 校舍不足的部分 我想请一下我们教育局局长 我想5月7号 教育部有下来看 我们海线的一个武器锅销 那天你因为有事情所以没有到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局长 你知道海沙屋的标准在哪里吗 请局长回答一下 主席 主席 谢谢王立任 我很感谢 第一站我没有到 第二站我就到了 因为是行程的关系 那我知道说 一眼对这个海沙屋 这已经有17年到18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一眼的任内 跟蔡立委的关心之下 那么今年 部里面要拨 所以局长你知道海沙屋的标准吗 大概是它的离子含量 离子含量对不对 所以它每立方公尺 应该不得超过0.6公斤 那无期目前国小它现在有两栋 一个是西栋 一个是低栋 那它目前西栋大概是 每立方公尺它的含量 大概是0.63公斤 另外一栋 低栋更可怕 它每立方公尺已经达到1.314公斤 那我想请问一下局长 这是不是海沙屋 当然是海沙屋 那请问一下局长 你知道我们教育部有对于这样子的 就是对海沙屋有列管 你们知道吗 有 那它这个是专案 我想这个副市长应该更了解 好 那对于这样的海沙屋的列管 那应该由谁来提报 因为教育部不可能 它就知道说哪一栋是海沙屋 所以这样的一个部分应该由谁来提报 应该学校跟教育局来做一个 应该学校跟教育局好 那我想知道 想请一下局长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两栋是海沙屋 是5月7号吗 还是之前就知道了 抱歉 我可能在这个资料上 我就 所以也就是说目前为止 这两栋也没有报到教育部去列管 对不对 这可能要问 工程科 这个该是谁的 该是小教科还是哪一个单位的业务 之前有没有提出来 有没有学校提出这样一个 我想学校很多的 这样的资料都已经送给教育局 满场一段时间了 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 是 对那既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海沙屋需要列管 那我们教育局也知道了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想要去提报列管 这个秋户要不要来做一个 容不容许秋户做来 反正我跟你讲 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尽快去列管 当然了 现在已经要解决问题了 就过去 没有来之前 但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当然要马上解决 过去不可能不知道 我想 过去绝对不可能不知道 只是说 为什么我们迟到今天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想要去列管这样的 我不晓得 为什么 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副市长 关于教育部如果列管为海沙 他是不是有特别的经费 跟特别的需要 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拯救的方式 赵杰仁 谢谢王议员 我想对 尤其这前几天 议员也跟立委这边 有共同跟教育部 来会 以海沙屋的这部分 绝对是一个一定要做 重新做整 所以我想请问市长 教育部有没有特别 针对海沙屋这样来做一个 一个修复或是 重建的计划 我想跟人报告 当然海沙屋是 当时某个阶段里面 它的数量非常大 那时候有专案 那后来教育部当然也把这个列为 一定要做改建的重点方案 那因此呢 我想如果目前所了解明确的 这个部分应该由 教育部跟台中市政府这边 会共同来面对 这个有关校舍安全的 谢谢副市长 我想要告诉我们教育局 如果你的海沙屋不列管 让学生 在那个样的空间下面上课 你觉得安心吗 我想那一天 我们 我亲自去看了 我其实应该早一天 邀请我们局长 跟我们副市长去看一下 那天我亲自去看 目前有18个教室 是被停用的 为什么要停用 因为我本人 自己去看 它那个地梁 已经隆起 踩在那上面 感觉上就像是 地板是空心的 它的走栏是倾斜的 我想我们的祖命应该那天有看到 也有到 你可以问他是不是说 那天那个地梁隆起 那间教室 你觉得踩在那上面 你觉得那个地板是空心的 那个整着走栏 三楼的走栏 二楼的走栏 它是倾斜的 我不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环境 局长 副市长 你们会容许 你们的小孩子 在那个环境上课吗 请问一下局长 会吗 无法回答 所以我们改天去看一下 不会啦 还是说我们可以把 我们的小教科 办公室移到那边去 上班三个月看看 还似乎是要专案列馆 因为它跟老旧校舍 又不太一样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了 我们不要去管过去怎么样 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也谢谢 议员跟立委能够帮忙 你什么时候要提报列馆 什么时候 已经知道了 我请副座 赶快补充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王愿 那基本上呢 教育部目前并没有 对海沙屋有个专案的计划 它是用一个老旧校舍的 整体的评估 所以我们在做 老旧校舍详详评的时候 它除了会算 它的耐震力以外 它也会去算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跟它的钢筋的数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海沙屋没有列馆 教育部没有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天教育部的主秘说有 那所以这中间到底 这样的罗生门到底是谁有问题 教育部的主秘当天说有 现在就是教育部的 它是对整个校舍的结构安全 做列馆 那我刚刚提到的 没有 教育部它有说 它有对海沙屋做列馆 教育部的主秘说的 那天 三宇的正 那个我们的主秘在吗 他有会议 他有会议 对 你们回去问清楚 教育部的主秘 亲口在会议当场说 有海沙屋的列馆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天也有我们同仁在旁边讨论说 这好像不是很严重 这个如果有很严重就列馆了 我想主管一个教育的机关 我不认为这样的心态是正确 也不认为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希望 本席希望 我们赶快列馆 赶快寻求最快的方式 甚至于在 教育部愿意 帮我们负担 一半以上的 补助款的时候 我们教育局能不能够 马上配合教育部 来编列 我们该有的自筹款 然后马上来改建 王爷这个我们会去做 上次你刚刚提到那个 应该是国教署的一位教官的一个评论 因为他们 刚才互助讲的没有错 他只对你的耐震的程度如何 没有特别为海沙屋来做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用更好的标准 所以现在是教育部的阻密 他不了解状况 所以他说错了 可能在用文字上 他在叙述上可能没有那么精准 我在想 但是 海沙屋确实不适合 我们已经要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现在只是说 过去之所以没列管 是因为可能中央也没有列管 所以地方也没有跟着做 好 那如果中央有列管 请问局长你愿意道歉吗 你愿意公开道歉吗 这个不是道歉 我是说过去为什么 教育部明明就说他们有列管了 那你现在说没有列管吗 那到底这个罗生门谁要负责 我跟议员报告 因为过去十年来在教育部的时候 我是主管 所以我过去十年的确没有对海沙屋有列管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把握 除了国教师或是国教署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单位或是部门有列管 这个我是没有把握 好那所以我会针对教育部 请他们来做说明 我会请他们来提出一个说明 好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局长 103年教育部有 国教署有补助一个年度改善充实教育环境的设备 这样的一个款项 那在我知道的我们海线补助的几个学校 有四个学校 那这四个学校 他们有自筹的款项 我想他们有一些标语款 那依照规定这些标语款怎么处理 如果学校有需求的话 好像应该是可以再提报上来 那我们知道是这样子吗 审得通过 据我所知 我们的教育局跟学校说不行 这笔钱学校有标语的部分 学校不能够再应用 所以呢 规矩给我的资料 也是依规定 滚入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我想再请问一下 这里有四个学校 目前节育款有一个是八万八 一个是三万一 一个是六万四 我想问一下 目前这笔节育款滚到哪里了 地方发展教育基金 这个比较细我就不了解 那如果一本股滚到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个生意基金的话 是滚入学校还是滚入教育局里面的 他还是可以提出来使用 是滚入学校还是滚入教育局里面 我知道 我可以回答吗 主席议员跟议员报告 我们那笔款项有去请教教育部 教育部说这个计划的标语款不能够再继续使用 必须存入我们教育发展基金 那如果说学校还有其他的需求 那我再请教一下 必须另外提出计划 如果是他的自首部分呢 那部分我们没有去 没有去处理 教育部说如果是自首部分 可以由学校自己利用 对那部分自首部分就回给学校 那请问一下当初那个自首的部分 是教育局出的吗 还是你们请他们从各学校的 教育发展基金出的 跟议员报告 如果我们手上有钱 我们会来帮学校处理 怎么叫手上 我只问你说是谁出的吗 那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出的 一部分是学校出的 哪一部分是你们出的 哪个学校是你们出的 我知道四个计划里面有一个计划是我们出的 其他三个都是 哪一个吗 高美国小的 那一案八万多元 是我们帮学校出的 那其他学校请问一下 他该不该再回给学校使用 那个部分是回给学校使用 五七国小是吗 五七国小 那在国小是吗 一个接于八万八 一个结于 那个议员报告 只要是学校出的自筹款 都是回给学校 没有吧 你回去查清楚 那给我一个报告 是 给我一个报告 看到底是你们 把它滚入你们教育局的 地方发展基金 还是你真的有给学校 是 我跟妳讲 学校没有拿到 OK 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文化局局长 局长 我想先秀一下我们的照片 我想前面三张跳过去 这个海灑我不要看了 这个跌层这个严重 我都不晓得还能用吗 来看 我们文化局局长 我想照片上这个活动 你知道吗 我们局长 局长请回答一下 好 谢谢主席 这个是在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所办的 哈镇头所办 很好 那请问一下局长 这个活动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 你知道吗 去年是用竞赛型的 那今年我们是会员 我想本席要给予一点鼓励 就是说我们已经讲很久了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相信一个镇头的比赛 可以把八家将跟恰狗一起比赛 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那个体育处 如果你会不会想办一个全国性的球类比赛 然后把排球跟篮球放在一起比赛 然后给的奖项叫做最佳人气奖最佳造型奖 教育处会有这样的计划吗 应该不会吧 可是我们过去就是把镇头当成是一个东西 然后比赛结果有家将 结果有宋江镇 结果还有其他的恰狗 那请问一下怎么比赛 我们很高兴看到今年 有一些优良的团队出来 然后把它做一个会员 我想这应该给予肯定 可是本席连续两天都到场去看 发现有一点点美中不足 就是说当然也许因为筹备时间的不足 所以在观众数上面其实还不错 可是总觉得应该在增加 所以本席想问一下局长 你有没有可能在明年度继续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明年也会持续举办 也希望能够扩大举办 那本席也给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学校来做配合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可以设计一些学习单 给各学校 然后我想有心的老师 他就会带着学生 或者说变成是他的一项作业 然后来推广来让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学生认识镇头的表演 我想那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文化 一个表演的文化 所以本席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继续 来努力 第二个 我想这个活动跟很多国际马祖文化节不同的地方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外包的活动 对不对 是由我们局里面的单位来主办 本席希望将来更多的活动是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你们如果委托给公关公司 说实在的 到时候这些表演团队 他们都会拿到很差的价格 这样子很多好的同志 他根本不愿意来 所以本席希望 我们的文化局不要再变成所谓的发包中心了 我们希望有很多活动 由我们的同仁 能力和同仁 继续来办 我相信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好谢谢议员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邱树甄议员 开始质询 感谢主席 我们那个 教育局长 请问好 我们目前台中市的这个国立高中 国中还有国小 我们总共有几所学校 那八月份将成立一所新学校 那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还有 那个学生数最多的是哪一所学校 请你回答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我们总共有304所学校 25万3000多人 这是我们辖内的 就是我们市政府 这个所辖属的学校 好 那 好 本期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林嘉隆市长 他三月份 他到那个南洋国小 这是我们全台中市 学生最多的这个学校 那 那 那我们三月 我们林市长他到那边去吃午餐 到南洋国小吃午餐 他承诺说今年的九月 今年的九月 他将针对 全市307所 这个国中 国中高中 还有国小的这个营养午餐 来补助 每个那个加码五块钱 五块钱 那推动 还有推动 那个这个 午餐的契约范本 还有学生将吃到在地的水果啦 蔬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苦物 还有跟结合农会的在地器座来生产 那局长 目前我们台中市的营养午餐 学校营养午餐 他的这个经办的方式有几种模式 大概有四种啦 那简单的划分就是 自己有厨房 那么自己来办的 这个公办公营 第二种就是说 一个学校为主 那么提供给其他三所 四所 五所不等的学校 供应他餐的一个方式 第三种就是 公办民营 我自己有厨房 但是由厂商来采购 由他们来烹饪 然后提供给 这个午餐给我们的小朋友 那么第四种就是 所谓的团散的方式 那么大概这四种的模式 那占最大宗的是哪一种 最大宗大概是 团散还是比较多 接下来就是公办公营啦 这样子 对那局长你很清楚嘛 那这些学校 当然是外定团散的 这个可以说最大宗啦 那他们的价格 大约是在40到45元 对没错 那本席要问的就是 那我现在看到的 局长 请问你 每位学生他每餐 要加五块钱 他就等于说 要增加两亿五千三百万元 要增加这些钱 那钱从哪里来 跟请问报告 这个是一整个学年度的钱 就是说明年就要 我们这些学生 整年多 都做这样的钱 那目前 现在是大概会朝一个方向 就是把它 用大台东农业发展基金 的方式来支付 那创造多营 让孩子可以吃到 在地的食材 然后又是非基改的 一个食材 然后同时我们的农民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也能够有一个 这个经济收益的管道 那么为自己的 家乡的子弟呢 创造一个营养健康的 一个食物的来源 同时又可以活化整个农地的使用 所以我想这个是 多角的一个 的益处啦 对你这样讲是很好 可是我们 那个教育局 有这么庞大的经费 我们为什么要去拿到那个 那个农业发展基金 跟议员报告 就是每年都要 跟他拿这些钱 他没有钱嘛 那你看他到四月底为止 农业发展基金 他银行存款有多少 议员这么说好了 这个阶段我们 因为今年的 我们先用教育局的经费 来支付嘛 因为现在还存九月十五月 四个月嘛 那明年的这个钱 我们还在讨论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跟议员报告 因为预算也还没编嘛 大概七八月 要编这个明年度的预算 也可能编在教育局的经费里头 所以这个都还在 一个思考的范围之内 对我希望说 我们这个钱 是编在我们的 教育局的经费里面 预算里面 不要再去拿到农业发展基金 因为他毕竟农业 有农业方面 他爱做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说 编到我们的 因为这个 真的苦不能苦孩子 像现在你看 有一些学校 有的在吃五星级的餐 有的好像吃路边探 我希望也是要加强鸡茶 或者我们有收 这么多的钱 或者现在甚至我们加码 五块钱 那到底学校有没有落实来做 我听说有的 像之前 有的 这些供应 这些餐的 营养午餐的 商家 甚至跟本席反映说 他们真的做不下去 当然那里面有内容 他们如果说又要求说 内容很好的话 他们真的做不 经营不下去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中间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 人魔不脏 他们当然 有讲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也 那个 我希望说到学校 不定期的 鸡茶说 真的这个学生 有没有 这个 营养午餐 有没有落实 来给学生 来 因为这个都毕竟在成长的阶段 我希望说都 要落实了 那不要让这些孩子的心酸 往肚里面吞 那本期也看到说 我们教育局 最近送来的 这个追加减预算中 有编列一个 办理台中市 自办午餐的学校 一样午餐使用 在地食材计划 160万元 局长 请问你要怎么样来落实 我们林市长的 这些承诺 如何来执行 这个吃在地 食当季 我想这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 健康的观念 也是一个食物的 一个食用的观念 那么这个只是鼓励 而且要支持 我们开创之初 开办之初 我们要尽量 采用在地的蔬菜 那么逐渐的扩展 那结合这个 一个一餐补助五块钱 所以目的在这里 然后我们是 重点是 逐年要提高比例 甚至到 整个台中市 所有307所学校 那么都要吃 我们在地的蔬菜 所以 基本上我们是从 一个礼拜 至少要两餐开始 那么变成 每一餐 每一天呢 都可以得到 在地的蔬菜 那我们也是先从 公办公营 的一个学校 我们对食材的 沟通 跟督导 也比较能够掌握住 所以我们目的 还是全台中市 所有的孩子 那么这样的一个 午餐的一个品质跟内容 跟议员做个报告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现在 那个文化 请坐 文化局 我们的王局长 那 本期想请教你 我们台中市 大型的表演场地 有 哪些地方 谢谢主席 跟区议员报告 我们有中山堂 还有呢 我们的圆满户外机场 那还有 另外呢 当然我们的 三个中心 有四个中心 其中三个中心 有演艺厅 包括 港区 屯区 跟葫芦敦 对 那这些 你刚刚讲的这些 你看 我们的 东南区 有没有大型的表演场所 东南区是有 属于文化部的 这个文创园区 也就是他们的文资局呢 是所在地 以前的旧酒场 那边有表演场地 就这个文创园区 好 那 刚刚讲的我们的 圆满剧场 在南屯 那西屯区有这个 国家歌剧院 那北区中山堂 都不在 都不在东南区了 就东南区 像你讲的 有这个文创园区 这是中央的 中央的 那现在 这些 公益路跟中心街 一带的这个草物道 它一段 一整段大范围的 这些绿原道 包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经过那个 清国原道 还有国立台湾美术馆 还有那个 美术原道之间 它总长3.6公里 是否可以说 寄住这个庞大的经费 来建设 那 现在我们看到的 我们也很高兴说 这个建设 很成功 那 它每逢假日 附近街道 可以说是人潮拥挤 那带动商圈的繁荣 营造可观的 这个 这个商机 这现在可以说 是一个热门景点 那 其实我们东南区也有 也有这种 这种条件 所以我希望说你 之前那个胡市长 他都没有关心到 我们的东南区 所以本席在这边 要建议 那个 像我们东南区也有 优美的这些 那个 绿原道的景观 譬如说 那个我们东区 大智路跟河路之间 有这个大智公园 它现在 三四月 三四月间 它就会有 那个 免费可以欣赏 这个 玫瑰 俗称的玫瑰枫林木 也就是 说那个 洋红枫林木 它这个粉红 粉红花朵 开放起来是很漂亮 那 像风林挂在这个树梢 那 一开始 那个 如果落花的话 也铺满了整个草地 那有一些人都会 如果车子经过 也会停下来 来多欣赏一会儿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像 像这里 这个 大智公园 就有这个 那新大路 在我们的新大路 两旁 在七中路跟国光路 这中间 两旁都有 这个阿伯勒 那现在六七月间 现在你看 也渐渐的在开花了 那个阿伯勒 它这个黄金 好像黄金鱼 它那个花开下来 好像下着黄金鱼 那个 那个长串的花碎 很漂亮 那 那也是 吸引 吸引很多的情侣 或者是人家拍婚纱的 他们也都会来 来这边 来 来拍照 那 不会 那个 可以说很漂亮 很浪漫的氛围 不会让那个 这个 铜花 专门于钱 所以这 这很多的 的这些 我想 我们的局长 你对于这些 我们 你要怎么来让我们 东南区的形成一个 潮务道 不要说东南区和 黑色的地方 是不是还有一些 艺文 休闲的活动 我刚刚听 艺人这样的描述 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我们将来 就把相关的活动 也带进去 其实我们 有一个活动 叫消养 渔内厅 我们东区跟南区的 区公所也都来申请 只是 他们现在所使用的 场地呢 一个是在 乐城公园 那另外一个呢 是在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文创园区 那是不是呢 能够把我们 表演的场地 更加的 开阔 多元 包括刚刚 艺人所提到的 大志公园 或者是 星大 这个 园道这边 我想这是 很适合的场地 以后呢 我们会把相关活动 带进去 对 希望说也把活动 带进去 正值他开花的时候 他的花季 来举办活动 甚至于 那个封街 封路 让一些街头艺人 来表演 这带动地方的商机 我感觉 这 很值得 我们去做 阿喜东园 你看我们的 那个 像这个 乐城宫 像我们也可以 结合这个 乐城宫那边 还有 那个 二八公园 东风公园 大志公园 那到新大陆 或者到 那个 中心大学 这些 这整条的 那个绿郎道 都是很漂亮 这都是 大家去 去跟他 做一个 这个 这个 草务道 副市长 你因为 可以这样来做吗 之前 那个 副市长的时候 有答应说 要来做 我们会这样来做吗 是 赵建源 还有 谢谢邱议员 我想刚才 听邱议员 对我们东南区 这部分 其实有 非常多 很好 可以来再提供 增加 议文展演的 这样的机会 我想刚才 王教授也特别提到 市府这边 确实也希望 我们的 议文展演 不只是集中在 特定的几个区域 所以刚才 议员所提的这部分 我想我会跟 文化局这边 我们来共同 未来能够 多做规划 来增加 这地方的展演机会 希望说我们的东南区 不只是说 欧几海的地方 有一些休闲 议文的活动 好 谢谢议员 谢谢 好 谢谢邱议员 接下来是 何文海议员的咨询 现在开始 感谢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以及主管 这里的 阿姨 我们的 市府团队 我们的记者 先生女士 请到副主席 你来 祝账 三千五岁 四千五岁 台中区有线电视 你要看到吗 主席 还有 谢谢何云 我想我有看过 只是没有说 一直持续 你看 台中区 一千万块 收入多少 你知道吗 五百六十五 五百六十五 現在是六豬最高的 目前相對的是比較高 你看我們的品質高到五百六十五 五六五 我跟你說 是 六豬最高的富翁 那些公告 和主題 內容差不多四五六 六分四分 一個節目 重複去三十遍 公告 我們要公告 我們要蓋台中央 那些公告 到底是要聽中央或聽中央 我不知道 到底是蓋台 還是 現在主題說完這個公告的時候 說到一碗 放一個節目 把這個公告出來 到底中央的公告 一個節目一直重複 一直放 一個節目 那些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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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超過整個節目長度的六分之一 我想這部分 新聞局這邊 會持續來做一些 策入 我想這個也可以 就如剛才議員所提到 如果相關 電視台如果有 違反這些相關的規定 我想我們在後續裡面 可以有實質上的了解後 來做後面的審議跟 後面的處置 那個節目一直重複的時候 你有沒有限制他能幾次而已 一直重複 這個你有管理嗎 我就管理嗎 根源報告 如果是節目 再重複這部分 是NCC 就是 這部分 他會做 中央的職權 來做這個建築 如果有這個現象 我想我們也會 一定有這個現象的 是 現在這個費用最高的 你有沒有覺得 有那個條件嗎 你看 我跟眼報道 台中市 五六五 新北市 人比我們還好 五百 土層市五百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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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五百 台北市四九五 台南市四九五 為什麼台中市 特別貴 六都最高的 不是民調最高 受惠最高 台中市 要怎麼走 那一張立法度 每天都剩五百 你說看 謝謝何議員的關心 那確實 就我們所掌握到 台中市的 這個匯率 確實比相對 六都來講 也相對高 那我們 連體會召開 有關整個匯率的審議的會議 那當然 也希望能夠朝向 主部來朝 跟六都來做個相對的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我們選議局長 很年輕的 你最平力的 議員好 你我市長的愛獎 我告訴你 你有法度感到剩五百 好不好 不然就要入台了 報議員 我可以稍微給我三十秒 簡單說明一下 你說 現在我們整個匯率的審議 是由整個審議的委員會 總共有十一個成員 十一個成員 有九個是外部委員 而這九個外部委員 任期是三年一聘 所以他們去年 時間搞不好 所以我現在 譬如說去年 前市府聘任的審議委員 還有兩年的任期 那新聞局的執長 我不是委員 但是我會盡力來溝通 希望他們在 除了要求數位化的品質以外 能夠把費率納入考量 所以今年的年底 我們會希望 費率能夠調降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告訴你委員 今天的品質 節目的重複 廣告的爛亂 這些都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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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資格最高 今天說最好的節目 品質最好的 說最高 沒有意見 我們所有的收視品質最壞 拜託你 這個年輕 和副市長 這個六都 收視最高 品質最爛的 我們的有線電視 是 你那個意見 我們就納入年底的審議當中 跟委員表達 如果沒有這樣 你就下台了 好不好 我會盡力溝通 努力溝通 你不敢 我會努力溝通 會努力溝通 努力溝通 當然努力溝通 沒有效果 就努力溝通 議員你相信我們年底一定會 我相信你啊 想辦法會有效果 當然相信你啊 我當然有騙你啊 拿出來啊 沒有你就下台了 是怎樣啊 沒有就下台了 好不好 努力 我敢有騙你了 謝謝議員 請請請 來 我們現在 那個文之華 那個是我們的文化局 文化局 對 文之華 我們目前是無線上綱 我們的 在台中市啊 土力特定對象 我們的十三起重劃 吳志強市長啊 在去上屆啊 競選人員的時候啊 就打十三起重劃 已經動途了 五年了 現在十三起啊 為了 什麼 要 四花啦 要四花啊 我們花了三三千兩百萬啊 有四個工期啊 每一期八百萬 總共花了三千兩百萬 在所有的重劃期裡面啊 數捷 都骨骨 好 啊 有 骨骨骨骨骨 我們收到三千兩百萬 好 這個全部都完畢了 再來一個 指定遺址 抢 抢救 喔 啊 那 地政局 說要再多少 他編了三千多萬 沒人要標 留標三次 標七八九月都留不出來 整個重劃期啊 所謂的進度停在那邊啊 沒辦法動 分支瓦最大啊 他沒有去 搶救遺址啊 沒辦法做 請問國長 要多少 他們才要做啦 有一群 一群 這個 文化界的 視覺的 一些專家 學者 請問國長 地政局 沒有報告說 搶救遺址啊 變三千幾萬 沒人要標 太假了 大家全國 獨立無視啦 沒人跟他 沒辦法競爭啦 三千幾萬 之後 還沒刷 還要搶救遺址啊 我們的文化 無限上綱啦 都不做 檢照局長 現在要多少錢 他要招標 表三次 表不出 要幾年啊 搶救遺址啊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好 謝謝主席 嘉賀議員 不過 因為這是專業 賓國 現在賓三千七百二十萬 都沒有標出去 所以 我也不是這種專業 所以不知道說到底要多少 現在全國就沒有這種 這種專家很少啊 所以啊 我們的那個 文書法 無限上綱 土地特定對象 這半人沒辦法 好 去處理 的行為 買了 地主啊 恩大陀 後來這些費用啊 都轉嫁我們所有的地主 這個是重劃費用的一種 好 主席 今天 因為 這些人齁 有特定的一些 啊 淋算啦 對不對 我不知道啦 問題是 三千幾萬還沒算 說要搶救 啊到底三千幾萬人 那時候 啊 你不知道 年間 來議會報告一下 到底 我們 我們 在十三幾重劃 三千兩百萬的經費 三千兩百萬的經費 我們 市捷 到底拿到 什麼保護 喔 那個中華區 有什麼 需要保留的 有骨頭什麼金 有什麼保 有什麼財源 向我們議會報告一下 可以嗎 在馬祠埔這邊哈 以前是有骨頭一個 大的桃冠啦 啊 因為 沒有開花下去 不知道 譬如說 前幾天 我們公佈的 安和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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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地 都集中在一個地區了 在你現在講的 麻糬波遺跡 那就不用動啊 現在不是動那個 從話 我們從話公司 我們從市政府要開馬路 到路上的 他說有東西要搶救 好 等一下要多少 他比較了解 你來骨頭 這個文芝 請文芝處處長 這個骨頭 這個骨頭 我去看了很多遍 都叫一些 理事士的學生 他在叫 他在哭 他在哭 我叫我們農民 來哭 三千兩百萬 一千萬就在包起來了 三千兩百萬 都出國全國全理由 現在到底 這個搶救要多少 三個什麼表不出 太低了對不對 對 三千七百萬太低了 對 現在多少才要標 這個要去尋價 尋什麼價 你要到哪裡尋價 要不要再說一下 那個 國內有幾個 比如說像 柯伯中原院紀大 樹谷 然後南柯 他們都有 專業的考古團隊 為什麼我們賠了三千七百萬 他不來 三次了 一塊一年了 他為什麼不來 可能我們價格 太低 因為他主要是 追人工的費用 好啦 太低他要多少 我們堂是錢多了是 問他多少 那進度已經落後了 五年了 那個 跟議員爸爸 明天會去找 跟地政局那邊討論 我們會盡快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 地政局又不是專家 他出錢而已啊 他老大而已啊 他怎麼知道 專業的部分 經費的部分是 哪個單位在 再加那個的 經費的考古團隊 我們有提供一些資料 給他們參加 我們是要科普館嗎 當初的三千兩百萬 科普館出來考 出來那個視覺嗎 那個一開始是全區視覺 那現在後來 現在就是我們 本來全區視覺之後 畫了一個余子的範圍 那我們部分做指定余子 但是旁邊還有一些是列測余子 沒有辦法指定下來 因此他可能有道路用地 有一些住宅區 這部分我們還要再進行去搶救 主持人請坐 那個局長 你剛剛過來 十三期重畫已經delay五年了 所有的農民 所有的地主 他已經離開 到那個重畫區都租房子的 已經五六年了 現在進度是person 這地址沒有道理啊 你年底要配地給人家的啊 都沒在做啊 為了這個文殖法啊 為了遺址啊 現在為了 現在你們三千七百萬他們還不飆 太少了 對不對 到底這個藏在水的頭上啊 我看了啦那個三千兩百萬的那個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看到底 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還要搶救 現在只是針對我們的 我們市地重畫的馬路 要開闢馬路的搶救喔 以後分地給地主的時候 他們要建的王子了 是不是要再一次搶救啦 所以請局長喔 你剛來不了解 你狀況要全部了解一下 因為這牽涉到 當然這個重畫跟你是沒有關係啦 可是你的考古 你的視覺 你的你的搶救 跟你有關係啦 你的是文之華 不能無限上綱啊 那到什麼東西都全部不能定 不能不能動啊 我說請局長喔 如果挖到什麼東西喔 應該是 要怎麼處理 最重要 不是 欸 到一圈不能動 就不能動 要怎麼解決啊 是要掛解起來 還是怎麼樣 有個定論 不是 微微的 都不能動 才用進步 可以 好 謝謝 何文海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蕭隆澤議員 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彭副市長 我們文化交易小組的各位 提出所長 媒體的好朋友大家好 好 請那個主控司長先播放一下那個影片 謝謝 好請各位長官齁 你們先看一下齁 好來繼續 我們 副市長 是 喔 你的團隊齁齁 都結束緊張 齁 這是什麼所在 知道的人 去拿手 好嗎 知道的長官 去拿手 我來看這個看這個看這個 他拿手這麼高的啊 來 來來 你回答這什麼所在 繼續播放下去 來請回答 知道的請回答 蛤 跟校園報告是 壇子國小的日式時代的一個宿舍 會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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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看 這樣才會行 這樣看一看 你繼續播 對 你們看一看 對 對 你 這樣想說 你要知道這什麼所在 我頭上就 用 探主香 看你會說不對 對不對 你還說對 想要說要進入狀況 這個所在 這個宿舍 現在是 有什麼人去負責 我們 還是學校來代管 所以這個 管理權應該還是在 這個學校 對 對 你問得清楚 現在是學校代管 學校代管 就我了解 應該是文化局會來補助 來 來整修 但是整修 後 我們管理權 應該是我們會代管 因為 畢竟是就近吧 你如果看 這個地方 你如果看 他覺得說 這樣 他可以對社會 有交代 你如果可以交代 抓一下手 你自己看 富士長 這如果對地方這樣 有交代 你也抓一下手 看看這樣會用你 蛤 會交代對不對 對我們地方 這樣會交代嗎 這是一個延續 現在 現在跟紀元 是 林家梁市長 的團隊 那麼 都要接觸 要接觸 延續 過去 是 黑市長 市長 的團隊 下來 要做 現在 高林市長 我看 覺得怪怪 所以 沒有人在關心 讓你請 請 請請 請請 文化局 我們 局長 不好意思 你對這個 看法是怎樣 謝謝主席 和議員報告 這個 這個 當事國學 現在已經完成 調查 調查 調查研究 現在 在發報 整個設計 因為 它是我們的歷史 建築 所以 當然 你說 歷史的建築 歷史的構築 歷史的構築 我都會很受 但是 這個歷史的建築 你來放像 這樣 怎麼看 都不成 相改 沒有 來 你 廚房台 你把那個 柱子 有草子 放出來 好嗎 我給你們看 像這樣不行 像這張這樣不行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 因為 現在 現在在做 整個設計 當中 所以 當然 沒有 工廠 還沒有發報 我們 整個設計 結束之後 才能發報 教長 我不知道 怎麼跟你說 你這麼聽我的意思 這個社會的觀感就很不好 因為 黑市長 黑市長的時代 草子 沒那麼高 草子也可能沒那麼大 那 就喝家梁 喝市長的時 這個草子可能 突然大起來的 看 相改 沒有 環境 你了解 清楚 那 煮工廠 還把它放下去 齁 草子很大 你看看 有聲 你們去看 你看看 你看這張 你看這張 到達局長 你知道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樣有聲 草子已經在家裡了 草子在家裡了 相改沒有也說 去把 稍後做整理一下 不要讓 我們這些鄉親 感覺說 我們市政府 都沒有人在 關心這件事 啊過去 就堅持說 這是歷史的建築物 大家都很堅持的 我要說 也沒有人聽話說 但是呢 你跟紀念 要指定歷史的建築物 你的配合一道 你這個團隊 你們要去怎麼做 對社會才有交代 你地方也才有一個交代 不是說用好的嘛 你們指定下來 我們地方一定要配合 不是這樣嘛 古代人說 叫做CD 要頂點嘛 你要留幾間 要怎麼做 我相信 你們的團隊 你們有專業的 可憐嘛 要怎麼去做 做完完 不然你們想這樣 繼續這樣下去 就對了 那是地方的笑話而已 嘛 飲家糧跟蝦子宮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而已 你們敢要害到我們市政府 一地方這樣 讓我們做 敢不敢這樣 敢不敢這樣 副市長 當然你也學家出事 你講講看 好嗎 請你請 謝謝 主席 謝謝蕭議員 剛才提出來 我們這個 壇子 壇子國小的日式宿舍 如果剛才就文化局來講 他當然從歷史建築 有一個程序步驟在走 但是現況 確實剛才看到 這些雜草跟 甚至裡面有一些 廢棄的這些物品 我想這個從管理的角度來 應該要先做初步的整理 那這兩邊應該是不衝突的 記住 記住 這樣算說 副市長你也有良心 一禮拜 一禮拜我去看 我要看 成功是誰的 什麼樣子 如果繼續像這樣 我堅持反對 我會帶隊跟你們抗議 你不要什麼說 歷史的建築物 你都用嘴講的 你都用嘴講的嘛 要向我們地方 向外面 看他要去做什麼 那不太對 CDR頂點 對地平 我相信啦 到有時候也好 或是我們地平也好 去看就這樣 情何以看 你給予禮而已 就不是真的要做 為了政治 在介入 在處理這種事情 那有什麼 那有什麼 那大家都說得吃好聽 吃什麼人 什麼人要負責 結果做起來 就不是這樣 對不對 結果 讓地方覺得 奇奇怪怪的 我是拜託說 副市長下去 可以說 用 更專業的 我們要把這件事處理更完美 是 請坐 謝謝 拜託 再來 我們 我們 教委國長 對這個 十二年國教 是成功還是失敗 你也簡單說明一下 主席 謝謝蕭議員 就我的 判斷 目前為止 應該還沒有達到成功的一個 標準 你都很客氣 是成功還是失敗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很失敗 因為 有個東西 它的重點 它的內容 某部分是 見仁見智 你說它都符合教育的規準 但是在實質上 就有些爭論 教長 你要做台中市 我們在那裡的 教長 台灣才6月而已 你還這樣說 我會跟你拍車 成功還是失敗 簡單回答 因為第二年 在我 過去的希望是 沒成功 沒成功就好 現在還在進展當中 我就要你說這幾個而已 沒成功就沒成功 坦白講出來 怕在怕什麼 這不是怕的問題 因為這個判斷的基準很多點 今天就是說 你如果成功 我們OK 失敗 失敗的檢討 也不用說 為了你們 中央的政策 還是馬總統的政策 我們台中 要扶到這樣 欸 10年 這個 我怎麼想 我怎麼想不到 就對了 你怎麼想到 會變成這樣 過去 我們啦 我們的時代 就是連客 嘛 我相信 我第一次的市議會 我也有說過 就是連客而已 對不對 什麼 事不想 不是跟歷史這些孩子 歷史家長 歷史你們這些中官 啊 我歷史家 真的是很可能 這些學生是很可能的 我們這些主地兵 都做做便宜 似的方式 怎麼有成 如果你做六代的一個教學局長 你都說嘛 開始就是失敗嘛 失敗要怎麼檢討 這對著我們基杖 對著我們 這些 主地兵 才有實質的幫忙 啊 大家都怕 大家都想 對著 那不然我的事情 我想到旁邊就好 啪來啪來 才不會中情 對不對 跟議員報告 絕對沒有這種心態啦 對市長 跟我們教的教 都沒有這種心態 你如果沒有這種心態就出來說啊 是 我現在沒有看到 我們人局長 有對我們市長 或是副市長 全國團隊有說出說 要怎麼把這個十二年的 公民教教做得好嗎 跟議員報告 從市長副市長到我個人 過去從去年的 到現在 我們都有個想法 就是說 全國現在的爭論 跟焦點 就只有在入學的制度上 那邊加加減減 然後 實質上的教育內容 跟核心 實質有效嗎 大概社會議論沒有去探討 那學校 也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在國中端 跟高中高職端 在加起來的六年當中呢 課程 教學 輔導 對學生的幫忙呢 教授你現在做到兩點了嘛 對啦 我就是社會特保護的 我就特保護嘛 我社會特保護的 我特保護的 我社會特保護的 我社會特保護的 我特保護的 我特保護的 這樣不太對 現在不是啊 就事不像啊 真的事不像啊 特保護的 就叫你特保護的 他就說特保護的 你叫他特保護 我看不像 福到無效好特 誒 這一基站 是說到 夭壽難聽咧 我們今天跟紀念 你們是一個新的 團隊 我希望說 你們有警察頭 把這個檔檔 把檔檔檔起來 要怎樣 把我們大大量子 這個主題兵 讓他們這個 十二年這個國民教養 可以十萬萬 是 我們可以做 人頭羊啊 不可以 我們可以插頭嘛 謝謝 蕭議員這樣的鼓勵 跟指導跟支持 比較重要 這方面 其實 從上任到現在 不管是五年五十億 或者是說 我們對 十二年國教的實質內涵 怎麼來變革 因為這是全國性的政策 我 目前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 我們 不知道怎麼改變 這是我們做的 聲音一定要出來 是 說出來 這不好的政策 就是要改變 這樣 還要繼續 這樣下去 是四路一條 真正是四路一條 阿嬤 這個國民漂亮 我超高的 感謝 謝謝 謝謝議員指導 感謝蕭龍澤議員 接下來 張芬玉議員 還有 張六萬間議員 兩位議員聯合質詢 時間三十分鐘 現在開始 好 謝謝主席 我想 今天大家 開始這個 教育文化的業務質詢 本席 過去常常關心的就是 我們現在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產生的教育現場 有很多的亂象 我希望 我們 新的市府團隊 來了之後 也要正視這個問題 很遺憾的 本席在 20012年的 大概十月份的時候 曾經對 少子化 造成的 這個 減班 減師 還有老師的 新陳代謝 等等啊 代理代科教室 滿天飛 這些問題啊 曾經提出質詢 當時 教育局 給我的說 原額管控的 這個 編制的比例啊 其實只有8% 國中的部分 國中小啦 平均啦 那國中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 欲缺不補的 大概只有8% 但事實上 當時我在經過 我的助理啊 相當 用心的 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學校去加總 我們發現啊 其實代理代科教師 他的加起來 加上原來的缺額啊 其實當時已經差不多 將近15%了 國中的部分 換句話說 我們在學校裡面 國中的學校裡面 100個老師裡面 大概有15位啊 是代理代科教師 那麼經過質詢之後 我曾經來問 我們怎麼樣 改變這個情況 少子化衝擊 當然很嚴重 大家都要面對 每個學校 每個縣市都一樣 那當時 當時 局長只有跟我講說 要道德勸說 希望正式的老師 能夠用超終點的方式啊 來吸收一些 課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很多家長講 他說奇怪 我的學校 我的孩子去到學校啊 某一個科 譬如說國文科 那其出一個老師 其末 已經變第三個老師了 一個學期換了三個老師 不同的老師 你想想看 教學的設計會連貫嗎 學生的學習 會不受影響嗎 我想這樣的現象 我在三年前質詢的時候 我認為啊 可能是幾個個案 我也跟教育局提過 可是三年後啊 我發現已經變成常態 就是常常會聽到家長這樣問我 我就跟他們解釋 是少子話的關係 代理教師 代科教師 越來越多 結果經過我的統計啊 從我們合併之後的 一百學年度到去年 八月開始的一百零三年度啊 這連續四年啊 我們看看 代理代科教師的情況啊 只有惡化沒有改善 我這邊有數字啊 也是你們提供的 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國中的教師 因為為什麼提到國中 幾年前都在講國小 那時候少子話 國小減班的非常厲害 也不招收老師 新的老師 結果現在這個 少子話的衝擊啊 已經延燒到國中 我們在一百學年度的時候 我們國中的教師編制數啊 是七千一百九十四位 那麼當時 教師的缺額只有七百七十四個 就是我們管控 不招收新的老師 我們就讓他缺 那造成我們當時也補了 代理教師有七百四十四位 代科教師有三百四十二位啊 當時代理代科教師就將 就差不多一千 將近一千一百個 到現在一百零三年呢 我們來看 教師的編制啊 國中的部分啊 降到已經剩下七千一百一十二 可是 老師的缺額啊 不補的 欲缺不補 管控的員額啊 就高達九百六十七 將近一千人 那麼正式老師 有六千一百四十五位 代理教師呢 從七百四十四變成了九百五十三位 增加了兩百多名 那麼代科教師呢 也從三百四十二 變成五百一十四 換句話說 現在的國中學校裡面 我們的正式老師 有六千一百四十五名 但是代理代科教師呢 有將近一千五百名 副市長 局長 代理代科教師不是不好 但是 他們的薪資 有的代科老師甚至啊 不到二十二K啦 因為他們的代科時數的關係 那他們的這個 跟正式老師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 他們的流動性比較高 教學的情緒當然也沒有正式老師這麼的穩定 那麼時常會流動 這個也是我為什麼在講到說 有些國中的科任老師 一個科任 一學期是一個老師 到學期末結束已經變成三個老師了 甚至一千年下來換了好幾個老師 我想這樣的一個現象 已經從 學校的個案 變成 一個常態 代理代科教師 一百零三年度 也是到這個學期為止啊 已經高達了將近一千五百位 這一千五百位 上 跟我們正式教師來比 編制是一七千一百一十二 已經超過了二十趴了 我在 不到三年前做的時候 那時候啊 我統計起來 你們跟我變成八趴 我說我統計起來十五趴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二十趴了 這樣的一個現象啊 也引起了很多 包括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啊 不斷在跟我們的議會的議員陳情 他們就提到說 根據教育部 未來五年的人力評估 教師人力評估 國中的部分啊 台中市的部分 預計會減了七百多班 七百一十三班啊 那麼原額的編制如果照這樣算 一個班 我們編制兩個老師 台中市目前九個班 會再增加一個老師 我們大概預計啊 原額編制會減少一千五百位老師 減少了這麼多 我們要掌控的缺額會越來越高啊 也就是說當年我講的 七百多人到現在已經九百多人 將近一千人 那將來很可能 我們代理代課教師啊 會再往上 超過一千五一千六一千七一千八 可是我們的政治老師一直降低 從七千多降到六千多 甚至以後變五千多 那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我們台中市我們新的團隊上來之後 我們到底怎麼因應 我要請問局長 我們怎麼因應 就是這些各位說當年啊 國小 國小啊 面臨這個減班 少子化衝擊的時候啊 他們是從1.5 一個班級編制1.5個老師 開始慢慢0.05增加 1.55 1.6 1.65 1.7 慢慢的解決這個問題 到現在我們看到 國小的部分 這幾年有緩和的現象 那他將來國中影響當然就比較少 可是 原來國小大量減班了 那些人在長大 這幾年 未來幾年國中怎麼辦啊 國中跟國小不一樣 國小是包班制喔 在教學品質上的衝擊 還不見得那麼明顯喔 國中啊 都是學科制 有教國文的 有教地理的 有教數學的 理化的 現在 如果說 造成 每年都有那麼多超額教師 因為要 要被強 因為減班 強迫要轉校 我甚至聽到 有家長說 孩子跟他講說 奇怪我們那個老師 本來教地理 本來教地理的 現在在教歷史 本來在教美術的 現在也可以教歷史 就變成要這樣子 才有辦法 來 講 因應這個少子話 那我就很擔心了 我想 大家都很關心啊 十二年國教啊 關心很多問題 可是教學現場 我們遇到的這個問題 對教學品質的衝擊 對老師教學情緒的穩定 我想都是很大的衝擊 那我要問一下我們新的局長 你上任這幾個月來 對這個問題 有什麼看法 主席 謝謝議員 這確實是一個 挑戰性的問題 但是絕對是要百分之百面對的問題 老師的心安定了 他的專業才跟 這個當我們都是拉展 我們現在 教師職業工會 國中端 大概會比國小端 又更辛苦一點 因為國小基本上 以包班為主體 對 所以他的原則 只要調升一些 就很好靈活的管控 跟應用 但是國中端是 分科的專業教學 對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想幾個方向 大概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這個問題 之所以會有糾結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希望超老師 他不是不思論老師 他是OK的 他是很棒的老師 只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但是你要考量 給他安排一個適當的位置點 讓他可以繼續發揮教育專長 第二個 我們也不要避免 帶一帶課老師過多 或者 這確實是一個 全國的問題 為什麼 要怎麼避免 好 那個局長 我先跟你回應那個問題 超額教師 也還有一個問題 本事是有一個原則 叫做後進先出 你如果進來這個學校 年資最淺 如果產生超額 他就要優先 轉到其他學校去 結果他從這個學校 從假校 因為超額被 這個 借聘到乙校 他還是之前 如果乙校又發生 如果乙校又發生 超額他又要被超 那個老師一直被超 從假到乙到丙 丙到丁 這樣是也沒有 這個後進先出會造成 這個 將來 減班以後 他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個我已經講好幾年了 我現在看不到 好 跟張遠報告說 我先由近而遠 那由 現實面來 第一個 今年國中超額老師 我們盤算過 輕點過大概是有六十四位 那這六十位 以整個台中市的容量來講 是足以讓他們 都可以找到適當的一個位置點 所以這不用擔心 那如果 第二個就是說 我問你 如果他超到這個學校去以後 這個學校又發生超額教師的話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 一定要他被超出來啊 超額他有一定的機制跟辦法 目前 確實 我們是不是可以限制他 不要再不斷的被調動出 他有辦法 他有辦法 他有一個辦法 我想你要改變這個情況 對 那我現在還是要先 除了理解之外 也要跟這個教師團體 跟教師們 夥伴們做溝通 不是說 比如說 在我的理想 後進先出 絕對是可以討論空間 第二個 我最期待要做的是 在後進先出 沒有達到一個百分之百共識之前呢 我到直接的 四肢結構的專業化 是很必要強調的 舉個例子 這個國中 明明就缺一個英文老師 這個國中 明明就缺一個 地理老師 可是 因為 在目前的超額借聘的辦法當中 他後進先出了 那這個老師 這個學校就沒有 他就是開始聘 代理代理老師 所以 我對教師政策 不管超額老師也好 不管代理代科老師好 我第一個昨天點是 如果各位老師都認同的話 辦教育是為了孩子而來 請問 老師要能多提提孩子的 塑膠的品質 跟權力做設想 而不是在大人的世界裡面的 方便性不方便性 來做考量 好啦 所以 那個局長 這個確實需要一點 你講的是理念 我們現在 這個理念我們都認同 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說 我現在算了結果 少子化的衝擊 現在國中的部分 但代理代科老師 我已經提過了 已經高達1,400多位 將近1,500位 那這些佔正式的原諒老師 他其實 已經有相當的比例了 那這個比例 這個現象是年年在增加喔 我的統計數字裡面 年年在增加 我來議員報告 我來 有辦了四場 全台中市的 校長的分區座談 那麼大概每一場 都談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已經跟 局裡面的夥伴們 研商 不要管控到20% 這個 有時候 保護過度 教育現場的 失智的活化跟流動 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是 代理老師進不來 留長教師 永遠都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工作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 請宗教科開始做盤點 那麼得到 數據很怕沒有 這個議員講的這麼高 我都是代理 我當時代理是 補那個 他代課有數字 我了解議員的意思 我知道 這個我完全了解 大概已經降到13.6 13.6 13.6 我希望還可以再降 原來 他其實沒有降 原來我講的15 你們講說沒有那麼多 是8點多 後來 統計說是10點多 那其實經過這兩年多 現在是13點多喔 13點多喔 這個數字我想 是一個估計數啦 大概大約啦 因為 代課老師當然都是終點代課 他當然不是佔一個老師的缺額 可是他加加減減起來 你想想看 會造成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一個數字 這個還沒有扣掉 其實我知道你們還有很多正式老師 他是掛正式老師喔 在職 可是他現在請假 他可能是育嬰假 可能是什麼假 一大堆 那他還是要用代課老師來填充 所以你們管控的名額在數字上 其實現在是13.6 可是實際上 我想是超過15% 超過15% 就正式的缺額 像今年的話我問一下局長 我們今年有沒有打算要招新的老師 國中的部分 還是有必要 對偏鄉 比較偏遠地區 我們今天會招募嗎 還不希望一直都用流浪教 抱歉用代課老師來 擔著工作 確實 這是全國性問題 一個孩子 才剛熟悉他的英文老師 可能 兩三個月甚至好一點就是 因為很多老師的教法有時候不一樣 是 我都能夠理解 所以我也要求我們的互作 組成一個這個專案小組 把流浪教師 超友教師 教師 教師調動 那麼以及代課老師 這幾個糾結的 我們成立的專案小組 非常嚴重 給我一點時間 而且在惡化中 在惡化中 瞭解 我真的不希望 我們的下一代 他面臨少子化的衝擊 那他面臨到的 是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教育資源的這個因應 是用這種方式 用缺額管控 然後不斷的用代理代課老師來填充 我覺得這樣子 對孩子不公平 那家長不斷的 以前是個案 現在變常態了 我現在以前在回答是覺得 不解 現在已經覺得說 我大概知道都是這樣子 那所以 我想喔 那個教師職業公會提過 他們是希望說 是不是也考慮啊 考慮喔 台北市 他們過去 我大概查了資料 台中市現在國中平均一個班大概是29點多的樣子 29點多 還30 30點多的樣子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學生的班級人 人數上 來做略微降低 然後呢 把這個編制稍微提高 一般2.0 可能可以再慢慢提高起來 那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可以活化 就是你提到的 不要因為少子化 我們都用代理代課老師 都不招生 都不招新的老師 結果連續幾年不招 有一年突然大量都退化 都退了 那老師老化 他的那個新陳代謝活力都不見了 然後呢 代理代課老師一大堆 那他的不穩定性又很高 那這樣子 我們省了 老師的薪水啊 可是苦了孩子的學習啊 所以我希望 局長 你剛上任 但是你過去也當過局長 也應該要知道這個問題 怎麼樣來處理 原來的管控 不要再擴大 可不可以做到 有 所以剛才跟張藝人報告 包括 到底是要建立半級人數 還提高藝人編制 就剛剛我們那個專業小組 也在同時在處理這個區塊 齁 所以這個跟藝人 就是 讓我們去理解一下 那國中端 剛才講的 還是要考慮到 分科教學的問題 沒有錯啦 那這個我就跟你提過 已經有學校了喔 這我是說真的喔 有學校的老師 他本來是教A的 現在在教B喔 那個第二專場的 我知道啊 可是他從來都會很常常教啊 希望鼓勵老師多修第二專場 那如果第二專場應該有配套啊 不是被迫啊 沒有錯 他沒有教學任何沒有興趣 結果被迫 現在就是這樣啦 不想成為超額 對啊 他就學第二專場 如果又不想第二專場 國文去教歷史 歷史去教地理 地理去教國文 好 好 以下再往 我介紹那個張芬英議員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主席喔 還有各位事普同仁 跟媒體先進大家好 還是這個問題啦 我想在座各位 大部分都是 我們都是國民義務教育 以後上學的喔 第八五十年了啦 至少四十七年了 這樣好的制度喔 希望不要再過了將近五十年以後 向下沉淪到這樣 我們再三強調的 還是教育的品質啦 希望局長能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那 繼續要請教局長的是 我們的 國小副社幼兒園 這是既定的政策嗎 如果整個社區 有需要的話 那麼開辦公益的學遣教育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學遣教育的政策方向 那我們每年預算多少 我們有年增率嗎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很受歡迎的政策 那他會繼續的一直辦下去 就是給更多學校 如果願意做的學校 都可以來申請嗎 我們大概會有做區域性的考量 如果說這邊有公 原來的有公立的 就是過去的 沒有合併之前鄉鎮辦的 或區公所來辦的 一個幼兒機構 或投育機構 或者是說 這邊的很多市立幼兒園所 相當的一個量 相當具足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有學校來複設 這個幼兒園的這個評估 可能就會比較趨緩 局長 今年七月開始 就要 就要有這個公費的 這個幼托的這個 政策要上路了嗎 那很多 很多媽媽很開心 因為他們喜歡去 這叫複托 複設幼兒園 複設幼兒園 這複設幼兒園的功能 還有一項就是 他可以銜接小一 所以這個媽媽很喜歡 送小朋友去 可是今年七月一開始 就要放暑假了耶 局長 這個我們能到 這個複設幼兒園去上課 但是每年他七月八月 他放假 他寒假還放一個月 那從七月開始 我們去上公立幼兒園 都是不用繳錢的嗎 是不是局長 這個 是免學費沒有錯了 是免學費 可是我們到付托去的時候 我們一個 一個寒暑假 一個月是三千五 一年三個月就是一萬零五百元 這個錢是媽媽要付的 然後請問的是 七月一開始 當媽媽很開心的 要去送小孩上學的時候 我們放暑假了耶 局長這怎麼辦 我們好像 脫一條龍是從八月吧 八一號開始 我們是用學期的方式來 Anyway八月也是有一個 一個月是在放假 那明年的七月怎麼辦 他是有放假的 請局長 能不能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 張一元報告 我們有所有留言服務 是是是 所以要交錢啊 那我如果去 我如果到那個 市立托兒所上 上課的小朋友 是不用再繳這個 這個費用的 可是要去 附設托兒所的人 是要繳這個錢 那既然 市長有這個美意 要讓他 他是用托育一條龍 那我們等於是說 希望是上課一條龍 不要讓那三個月 上班的媽媽 要把小孩子 拖到哪裡去 而且 如果你開始 公費以後 為什麼我到 付托去的時候 我還要再繳錢呢 其實付托有他 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可以銜接 國小的教育 所以媽媽是很喜歡 送小朋友去的 所以剛才 問到局長說 是不是這個是 既定政策 然後可以 就是 往上延伸 喜歡 有意願的社區 就可以來申請 就是這個 這個道理 在我們的選區 是很多媽媽願意 把小朋友送到付托的 可是一開學 就放假了 局長這怎麼辦 哇 很好的問題 來 請科長來幫我 回覆一下 現在議員關心 針對我們公立幼兒園的部分 因為如果寒暑假的部分 他們會有開辦 所謂的寒暑假流園服務 所以目前我們也是 積極在輔導各位 各個學校在寒暑假 一定要開辦 這樣課後流園服務 要交錢啦 交錢的部分 如果是弱勢小朋友的話 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有3500塊的一個補助 那如果是我們 可是不好意思喔 可是如果我去的 這個試托的話 他是不要 他是 他是一直上課嘛 他一直上課 我就一直去 我就是一口假呀 其實 不需要再多加那個 課後服務費呀 課後的托育費呀 其實跟議員報告 嗯 進入我們的 市立幼園的話 他的學費 目前已經是免學費嘛 從8月份開始 那他的收費會從 呃 收滿到六個月 也就是寒假跟暑假一起 就是包括了 代辦費的部分 那呃 國小富幼的部分 他們是沒有寒暑假 但是寒暑假如果有 流園服務的話 也是另外由家長 缴收所謂的代辦費 是嗎 局長那就是沒有一口假呀 一樣的是試托啊 一樣都是我們呃 局這邊舉辦的的 這個錢是教育局補助的嘛 那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呢 我們能不能把這件事情 讓他補齊呢 能不能研究一個方案 讓他不要一國兩制 就是學費一口假 讓媽媽很開心的去上班啊 把小朋友安心的托給幼兒園呢 都是公立的啊 都是公托 跟議員報告 學費的部分 目前就是免學費了 那另外提到 應該是所謂的月費 就包括代辦費 這些三千五十 就是你現在 你現在有到處去 希望大家把小朋友留下來嗎 據我了解是 如果這個 這個員有十位的話 你們就會辦理這個業務嗎 對 那事實上就是 等於是那種客後再拖的錢啊 那這個 如果再試拖的時候 我是不用交錢的嘛 他在一開始就已經繳進去了 就已經收了 那是不是我在這邊 你也可以幫我交呢 也可以如果說 學校在開學前的時候 就已經調查 家長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在學期初就可以一併繳 三千五也是可以交的 也是公費嗎 三千五的部分是 弱勢的交易部他有補助 另外的補助 對我的意思是說 一般人 當然弱勢都有補助 我知道 這問題可能局長 一時也沒有辦法回答 我希望 教育局把這個問題 拿回去研究一下 因為 媽媽們是很期待去 把小朋友送到 副社幼兒園去的 可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三個月媽媽要把小朋友 托給誰 這問題可能是在 設立這個制度 當初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的 那在這邊提醒 如果有辦法把它補齊 那我相信 我們這個一條龍的服務 會更好 就是一個架 都是公立的幼兒園 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回去研議 好 那再跟議員做報告 好 謝謝局長 我還有一點問題 要請問新聞局長 剛剛那個何議員 已經把事情都問了 就是有關於費率的問題 他恭喜你的第一名 那數位電視跨區經營的這個問題 要上路了 您還是會再得到冠軍的 這問題局長不知道有沒有先想好 報告議員 我稍微簡報一下 現在跨區台中市的狀況 目前有拿到跨區執照的 有威達、西海岸及群艦三家 但實務上這三家都沒辦法跨區 是因為他們跟頻道代理商 都還沒談妥版權的問題 是 了解 了解 但是如果哪一天頻道代理商 他們大家拍拍手握握手 和解了 他們講好了 我們馬上要上路了 因為NCC103年就合他了 然後貴局也在今年 給他們一個費率標準了 沒有錯 現在他們玩的是套餐式的 套餐式就是反正是多少錢加100 就是多看幾個頻道 每一家公司都推出套餐來 所以才會有西海岸的冠軍套餐 加100塊造成的紛爭 局長我要跟你說 冠軍套餐實在很難吃吃不下去 那現在你要趕快讓他們有一個規範 你在還沒有開始實施以前 能把事情做好 我想這才是人民有感 然後我們一直在這些所有的 不管是有限還是數位 都要拿全省之冠 這件事情實在令人不解 台中市的人不是特別好家 現在如果你能讓他省一個 茶葉蛋省一個便當的錢 我相信民眾都是會非常非常感謝您的 五十八萬多的戶數 這個事情做好 那個市長的有感就加大大的加分 這件事情一定要趕快提醒局長 另外就是局長 這個是Cable在天上的 真正的那個縣的問題 我不曉得那個管勾共管是哪一局在管 趙檢人簡單跟議員報告 目前他們業者大概所謂的有限電視的縣 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所謂的撤勾 這個部分就是他們如果是用撤勾了 就要跟水利局申請 另外一種是掛在天上的 就是所謂的附掛 附掛是要跟建設局申請 那正在台中市政府立場 其實我們希望的還是 就是朝共同管勾來走 但是這個部分 台中市政府長期來 共同管勾的建制率是比較低 那這部分我們是政策目標 希望往這方式來走 局長這樣我好像是問錯人了 但是這兩種勾造成的困擾 大到無以復加 在我們那個地方只要 今年是好文 只要一下雨 那個水溝蓋裡頭的那個線 全部繞在一起 然後夾了什麼塑膠袋 一點點垃圾什麼的 死老鼠的 那個水就全部冒上來 冒到家戶裡頭去 那個每年我們都要處理 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掛在人家的牆壁上 探人沒有在那邊掛掛 晚上回家 為什麼我家的牆壁上 長出了這些東西來 這些事情 呃在發照的時候 無法可管嗎 呃 報議員 據新聞局的了解 就是他們必須要跟水利局 跟建設局申請 那據我所知是水利局 跟建設局都有列管 然後定期也會去檢查 定期也會去檢查相關的 就是有沒有符合規範 OK好 謝謝你 謝謝醫院 但是我還有問題 不好意思 就是有關於這個 影視產業補助獎勵 基金這個問題 想請問我們今年編了 三千萬嗎 三千萬對 是 那請問李安來的那一年 他拿了多少 李安大導演 你是說那個李安來的那個 少年拍那一部嗎 是 少年拍那部我可能要請 因為當時我還沒進市府 可能請我們同仁回應一下好嗎 對 市政府那一年補助他多少 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李安的片子 台中市政府 是補助他五千萬 是 另外那時候的行政院新聞局 有給他兩億五千萬 沒錯 當然他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這三千萬來了 李安就沒了喔 對於這種特殊的一個大片的話 通常這個在年度預算裡面 很難容納進去 那這種案子可能必須要專案辦理 是 好那我要再請問 我們今年補助了四部 在這個業務報告裡頭 那是每一部七百五十萬嗎 報議員不是 我們今年的狀況其實是這樣 那個我們今年 因為每年大概都分兩次去審核補助 就是電影的片數 那今年就是我們尊重專業的委員 跟審議委員會 我們四部其實分別是五百萬 六十萬 三百萬跟四百萬 這都是由委員所審議出來的 我們都尊重委員的結果 是是局長 我能不能建議 我們希望那個這些補助能夠更廣泛的 就像電影是希望嗎 希望的種子 我們讓它灑出去 它哪一天哪一天 要開花結果 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預期的 那既然新聞局有這樣子的經費 我覺得應該往這個方向去做 另外要建議的是說 台中市的很多 有關於文化藝文上面的紀錄片 我們都沒有做 既然我們有三千萬的這個預算 我們期待在這個 譬如說南北館啊 布袋戲啊 或是歌仔戲 其實很多現在在台中在表演的團體 都是從外縣市來的 它已經在流失中了 甚至另外像台中市原有的電影院啊 廣播電台啊 都拆的拆已經沒的都沒了 請替台中再留一點紀錄下來 用這樣子的款項 我相信很多台中人願意去做這種紀錄片 請補助他們 是 議員我會往那方向努力 好啦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那那個房處長 請把那個大理的那個 好 謝謝兩位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鄭公敬議員 現在質詢請開始 沒關係 謝謝主席 我們副市長 國局長 我們新聞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來我們請教我們的新聞局長齁 像現在 正第四台的 都看不到現場全補 要用網路 對 你這個不用反應 大部分 五十個月以上的 都會用網路 對不對 啊你這個不用反應 好 副市長 要不 一個禮拜來 麻煩你通報一下 對 不好意思 我簡單說明一下 台中市政府 我沒聽你說 你這個 你快改選 就好了 好不好 這用改選的嘛 再來 你那個 台中市 影 影視發展基金 千五萬 對 要做什麼 等一下做一次 我做一次問 還有你這個電營節 電營秀 電營秀 這是要做什麼 阿經緯呢 好 齁 這兩人 你跟報告 跟所有 二度 計位給我 好 好不好 沒問題 你的部分三個 是 我們那個文化局長 好 謝謝 我長有 我長有去文學館看 為了之後不錯 但是你那個 周邊的交通配套 跟停車 反轉都沒有幾個 它的 方圍 裡面只有四十六項 你有它為行刷而已 我們那個就是違規停車 尤其是熱情這個角的 那 教長 這個部分你不想辦法 第幾天先改選一下 來教長你說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 跟這個議員報告 我們 目前有一部分已經有 四十六項 進去那裡已經有 有 再來就說 我們的文學公 旁邊 有一個聽車場 他們那個聽車場 我知道 我是說 你現在 整個 我告訴你 這個 你怎麼跟交通局改選 就好啊 我們和交通局 馬上來 現像 快處理 因為 現在人已經很多 包括 遊覽車都進去 是啊 不然你也要整個 整個 一個 新人專用道 對不對 這部 有我們來研究 是不是 是 我們來研究 對啊 第二項 我給你請教 你這裡有一個 舊鐵路 文化 生活再造 啊 你的整個 裡面有 說到 整個 鐵路 要流一尺 由 湯匆 來到 這個 鹽汝場 啊 你的整個 時間 簡單說一下 我們現在 目前 一定 要保留在 我們 舊的 這個 帝國湯匆 一直到鹽汝場這段 差不多 將近兩公里左右 把 這個 鐵路的路基 保留下來 可以 可以 跟 立美法治 可以騎 腳踏車 或是散步 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 帝國湯匆 那整個 有一個生態詞 也在整個 所以 我們鐵路高級 以後 這個 立朗道 其實是 我們變成 我們台中七 揮車頭的 一個 門口 很特別 我是覺得說 你為這個 帝國 唐長 跟這個 鹽汝場 中間你有經過 百年的老車站 對不對 有經過文化 文創園區 秋槍 那麼秋槍 跟湯槍 跟你剛才說的 生態詞 齁 他旁邊 等一下 我會說到 還有一個 樂業國小 齁 又過來 你這個 帝國 唐長 你怎麼會 幫我創一個 保護館 酒槍 你現在酒槍 你去吃 官廟 說了 你整個酒槍 文化都把他 刷造 沒有樓 都變文創館 沒有餐廳 沒有咖啡廳 對不對 你 湯槍 車頭 酒槍 都把他變成 博物館 你這條 鐵基路 不知道會活化 你像中間 藝林 起到 起到 車聲 對不對 喔 他整路 沿路 都有他的文化 你湯槍 有打算 要把他 變成一個 博物館嗎 酒槍 現在裡面 原本 換來 不知道是以前的酒槍 對不對 以前是做米酒的 送運命 你也要設一個 保護館 好不好 來 局長你講一下 是 感謝議員的關心 其實議員的意見 非常重要 好 我們 因為 那個 那個 空間 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可以做 三個的文化館 那邊那邊很快 現在都已經變成 湯槍了 這個 局長 正修路 他就 貪到7.7公項 我們市政府也 貪到6.9公項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個 蘇貝亞 再看你 蘇貝亞 做博物館有什麼困難 啊 還有 我們這個 酒槍 做博物館有什麼困難點 哦 因為是 後車頭 是 台中市第一基 的中衛区 日本人都照 他 中心點 都放在後車頭啊 後車頭 也有一個國際 圓圓啊 對不對 你也 可以做 做博物館啊 那都有夠 歷史的啊 啊 那福音路整座 包括二十五層口 那都日本人建的啊 啊 你現在這樣 既在人家 早撻 替堂這樣搭 啊 一些既的資料 既的文化 都卡了 我希望 局長齁 你 整條福音路到 替路 的文化 周槍 鄉槍 讓他們 快一點 比較認真 齁 啊 你要怎麼整個 後車頭 台中市 第一基 中衛区 的文化 都在後車頭 包括 黑手啊 以前 整台中市 六歲金送座 就是後車頭 我希望局長齁 你這方面 比較加強的 把這三個車頭 藤醬 酒醬 保護管 他用出來 這樣好不好 齁 來 麻煩 那個 教教長 剛才說到 教教 你知道嗎 現在樂業國小 在藤醬裡面 他的學生數有多少 你說一下 你知道嗎 主席 謝謝鄭議員 齁 呃 大概是一百五十位左右 大概一百四十二位 一百四十二位 就將近嘛 旁邊有一個成功國小 他的學生數多少 他的學生數多少 他這個比較多 多少 一千幾個 差不多一千幾個 一千空五十三 哦 國國內還有一個台中國小 國國內還有一個大智國小 還有一個大智國小 幾個後車頭 六里 總共 四個國學 啊 本身如果跟你建議說 把樂業國小 一百四十二的學生 合併 進去成功國小 難度 有困難嗎 鄭議員 這個 我們要去了解 溝通 還有 看 這個 現在就已經用 掃子化了 你一間 學校 你金據學 你這樣 有 符合 金據要 要的人說 不會太浪費 土地早 大片 一百四十二的學生 成功國後 到一百大片 一千公五十三的學生 對不對 你這樣是不是很浪費 教育資源 不對的我們就是要 過期 不對的我們就是要快點合併嘛 因為你那 後面四支位 都是變最合併嘛 你那如果 做做教育園區 讓他都從那裡去 看你是要 設 藍球 做什麼 技藥少年孩子 可以在那裡活動的 也多一個活動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教育長 你的看法 謝謝 議員提供這個 建議的方向 我想這個可以 我們那個 讓民來評估 來思考 但是 有可能嗎 我現在跟你講 有可能合併嗎 這個還要 還要 各方面向的了解 跟討論 我跟議員做這樣的報告 好啊 謝謝這個建議 你要關心一下 一個學生數 差十倍 千幾個到百幾個 也就是一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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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賠錢 一個主任 總務 那都是 行政主委 那都是 都 浪費公堂 你是不是說 合併起來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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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已經有做過評估了 評估了 你覺得 請黃處長 來 來跟議員做個 詳細的報告 精簡 詳細的報告 好不好 你開始用 齁 全補 的建築物 土地民主 的 第一場桌 放一下 來那個 教長你來看一下 教長 來 後面有桌 齁 水水啦 你給他放一個怪物 公園 本來就是要立法 你都去把它放建築物 那黑子宮的儲 我們 那不可以繼續去把它盛擔 公園用地 就是公園用地 你去做一個 運動中心在那 花四億 一千七百幾個月 還有 還有 四千幾個月 齁 大 台立探柱 齁 這都 三千月 也是花八個錢喔 你看 那這樣去那邊看 旁邊還有一個文創園區 上街嚴重的 教長 教長啊 那張 那張大樓的旁邊 一條 綠川 你有看嗎 教長啊 你知道嗎 你完全不知道 那些地形嘛 對吧 那張建築物在對面 又蓋一個 活動中心 你就整個公園都滷掉就好了 這 佛志強齁 爽要在公園 你蓋棋棋棋 公園是 把八世 政 政修土地 要來做公園的 包括 健康 包括 第六分局 第五分局 北屯 南屯 公園 都在公園 對不對 教長你看這樣怎麼講到 那一個公園沒有四億 全世界 裡面還要爭 幾台冷氣 擺出來 那一個公園很漂亮 你去把它放毒 空氣汙染 空氣 旁邊還有一條綠川 他旁邊你選水在樓 土的不會崩 你看 這是不是要把它 退回 你如果找不到土地我告訴你 我等一下 拿一樣 在聖二家 那裡 有一個 交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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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開始有一些問題要克服啦 議員可能要我來專案報告,好嗎? 我來跟鄭議員做專案報告,這樣比較清楚,討論的空間會更大,好嗎? 好,謝謝鄭公敬議員,局長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張靜芬議員質詢 好,大家好 我想這個時候大家都很累 下午質詢真的是太累了 不過,我還是有幾點問題 想要跟教育局的局長,我們來做個探討 我想你在這個教育的崗位上,應該你們都有你們的專業 那這個教育工作也是長遠的工作啦 不是今天做,明天就完了就可以再換掉了 它更是一個良心工作 那最近這幾一二十年來,當然在社會的變遷 還有許多資訊方面的這個衝擊 所以對我們學統的教育 也應該會有許多的改變啊,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絕對都有的 但是呢,我看到你們在這個 這個工作報告裡面,我稍微翻一下 所寫的還是一成不變 你們大部分齁 就是照,該說的要說,該講的講 就是這些問題而已 那對於這個學生的這個管教方面啊 或者學生最近在校園的這些案件的頻繁啊 出事的這種頻繁 你們並沒有,資質沒提到 所以我很希望,局長你覺得 在這個問題上呢 在這個時間點上呢 你是不是有什麼比較哪方面的作為 可以去做一些在這個教育方面這些的 這些的這個房子工作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你簡單的說幾句就好 主席,謝謝張議員對教育的關切 議員大概聚焦是在一個友善校園的環境是不是 就是有關於師生的互動 以及對學生的一個生活跟基地的管理跟協助 不是,我看到你們大部分都是塞著 整個硬塞著 要讓他怎麼樣都硬塞 塞著他們學生的這個腦袋裡面全部硬塞 但是,我要講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多的校園問題 大家可能要去思考 是不是我們把公民道德交易完全忽略掉了 這方面完全沒有 在我們整個交易工作上沒有 所以我很希望很希望 在這個所有的交易這個工作上呢 最好少把政治帶入教員 你如果用政治方式的考量 帶入教員 這個是殘害我們的下一代 我想你我都會有祖孫 都有怕孫子啦 對不對 我們這裡會怕孫子 再下去 不然我們現在這個人在這裡是摸摸什麼呢 所以有時候政治會害死我們怕孫子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們就拋開 拋開什麼政治 我們應該要做好的交易 來給學校來做一個交易的方針 這個我希望我們這個局長你在這方面 能夠多多的去思考這方面 那我早上聽到你在跟黃席佳議員講到 說學校認養流浪權 這個問題我現在幾一兩分鐘的時間給你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思考 是這樣的 張議員 現在的都會生活也好 整個社會 你看都是人跟人間的距離 稍微真的是疏遠了一點 有時候會比較冷漠了一點 那如果孩子從小可以培養一個溫暖良善 而且能夠關懷他自己 家庭跟社會的一個周遭環境的 一個很棒的人格或品德的話 我想這才是我們教育的核心價值 那孩子最貼切他們的就是動物 那這些動物都經過篩檢 有晶片有檢疫 一定是安安全全的 這樣你就錯誤了你知道嗎 人你都沒有辦法教人 你還透過動物來跟你做這種教育工作 我覺得你的思考真的偏了 你有沒有去學校裡面做過調查 有沒有 我們這個是絕對是志願的 那麼學校其實在這幾年當中 不要說台中 任何全國各個學校的角落裡面 可能都有流浪的動物 只是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篩檢過 安檢過 然後有植物晶片等等這樣的一個防疫措施 之後 有學校志願 他們不會照顧他們的 更會放 我在請問到現在為止 有哪幾個學校來認養了 我們因為是志願的 讓他們自由申請 有沒有 有沒有志願的學校 七所啦 七所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哪七所呢 我沒有那麼詳細 但是我 確定有七所學校 因為這個是我們是鼓勵 而且一定要主動 透過這個一個他們的討論呢 那麼全校共同有這樣的一個 呃 期待之後他們提出一個計畫 那我們也會做評估 評估之後呢 我們才跟 呃 這個我們經過這些 呃 動保 呃 動保處呢 這些動物呢 能夠做個媒合之後 才會到學校去 好局長 局長 是 你會後把那幾個 兩題 這麼有道德 有柔性教育的學校 哪幾個學校認良的 是 拜託你資料給我們 我們去看看 齁 另外呢 我希望你要三思 因為 人都那麼難教了 你動物要在那邊做柔性交易 我希望你要三思而行 我希望你要三思而行 好 那这个我就不再跟你讨论 那我另外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您好像有要把学校的开放空间 从七点开放到十点 有这种政策吗 对不对 对 校园开放 好 那你开放了以后 那个学校的管理 用什么方法去管理 维护校园的安全 你有什么对策 是 学校跟社区的结合 我想这个是大家大概所期待的 有时候我们市民一天辛苦下来 有个活动的休闲的场所 我觉得是很棒 那这个配套措施当然是安全为首要 所以相关的该有的保全警卫 监视器或者灯光 照明等等这些 我们都有配套措施 包括水电会的提供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那你的金会都到位了吗 到位了 全部到位了 都签准的 对 签准都到位了 是 所以你这些安全工作也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是把这个做到最安全的位置 那么学校可以安心的开放 那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市民呢 也可以安心的在这边 很安全的 可以活动 可以休闲 可以跑跑步 或者是利用简单的运动设施 是 所以这个 你也要去考虑学校的安全问题 安全 因为说是在夜间 要发生什么问题 激励比白天还大 所以你要去好好的考量这个问题 那个再来我再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的闲置教室呢 好像你也会给我一份资料 别的地方我不谈 我谈一下风源 我们风源有两所学校 闲置空间呢 一个就是风源国小 它近高达41间 教室闲置的有41间 这个在风源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畸形的现象 因为长久以来 我在风源那个地方 我也一直在大声疾呼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学校呢 这个招生的人士 这个 那个好像是家长全部都搬户口 学校拨拨来就一间校 比较好就再来那间校 所以我们风源有两间校爆满 一间就南洋国小 一间就瑞穗国小 几乎爆满 所以影响到有两间校 发生这个问题 那问题最大 风源国小 局长你知道这一间风源国小是 风源一间标志的老学校 一百多年老学校 竟然闲置教室高达41间 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那这41间 中一堂里面 你看到的都搬户口 啊这个 我不晓得 我们这边 有做什么计划 我看你给我的资料里面 是说 想要把它开放为 乐林的学习中心 那这个是我乐见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 推动这个乐林生活 台湾已经步入老人社会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老年人 上年纪的都有个学习的空间 甚至于让他可以到学校里面去 去再做第二村的服务 所以这个工作应该可以推动 所以我也希望 你能够很用心的 去把这个学校的所有的闲置空间呢 去做一个有效的规划 是 这个是风源国小 另外一间学校 我想这个不是很 很大的问题 就是复存国小 他那个学校本来就比较小 那前一阵子有 有透过社区跟我们教育局 跟区公所那边去做会刊 那个 那里的里办公室 想要进入学校里面去 所以去那边呢 让我们发觉到 我们 父亲国小的 你们把它列为三间闲置的教室 我去问了学校 其实那三间你们都有在用 两间是你们教育局 把它 那 作为那个 档案室 一间是他们学校要做档案室的 但是那个非常危险 为什么 你们那个档案室放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 复存国小的那个档案室 你们把它放在哪个地方 你知道吗 有谁知道 你们的科长有谁知道 科长是不是要做个说明 不知道 他们提供我资讯是 这个在顶楼 三楼 在三楼 台湾是地震很频繁的地方 你知道吗 三楼 把它弄在三楼 一楼还是幼儿的那个 那个幼稚园的教室 二楼是五六年级的校室 你把你们的档案室弄在三楼 你看如果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 这个是这一次我在这个资料里面看到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万一发生事情了 要怎么去弥补 所以局长你们科室里面都不知道吗 你们没有放档案室在傅村国小吗 你们哪一位科长知道呢 报告议员 有我们教育局有档案室放在傅村国小 三楼 是 对不对 是 那你们不觉得那个很危险吗 报告议员 我们其实教育局一直在寻觅适合档案放置的地点 那因为傅村国小是就近目前办公室处所比较近的地方 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近期能够展开一些会刊 然后把档案释放到适当的地方 谢谢议员的指导 谢谢 我跟你讲 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要去注意 另外我也希望你们要好好把握 一个校园你们的安全跟完整 你必须要先给学校做主体 现在你说你有闲置教室 每一个单位都想要去要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要做整体的去调整和规划 你不能说我今天 议员这个民意代表来 我要给哪一间你就哪一间会 这样这个校等于他的 隐秘室跟他的那个管理方面呢 绝对会发生问题 你们有这方面的 我们有专案小组 还有跨局处的 跨局处的专案小组 我们都有 但是你们有什么小组不管 好像现在就是有 比较多的是风原国小 附近国小呢 我有跟校长联络 他说其实他们那两间教室 你们如果搬走的话 他们有用途的 他因为附近国小那个校长跟那些老师非常用心 他们很希望把那个学校能够再把它重振起来 所以你们最好是赶快把那个档案室赶快搬走 真的万一发生事情 等到发生事情要处理已经太慢了 这个我希望 希望我们局里面呢 能够针对你这些 这些闲置教室 如果有要分配给各科室的话 你们呢要去做审慎的 分配考量安全 以及学校的完整性 都要帮他们考虑到 这个我就 拜托局长了 谢谢张晏的建议 这个没问题 好了那我今天就执行到这里 好谢谢张议员 我们也希望 各局处首长跟业务主管 要把今天所有议员关心的议题 该改善的 要赶快立即改善 该研议办理 要赶快积极的来办理 那今天的业务咨询就到此为止 大家辛苦了 三位 berichting 企业 当 tolerance 路纱 炼 记得 看到 私 先生 先生